哈囉大家好 我是迪華 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17話情報2加更多暗示 索隆vs納斯獸狼碰撞出黑色閃電 或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在情報1的時候就有說索隆vs納斯獸狼 納斯獸狼認出索隆手上拿的刀 但並沒有說他們有沒有對戰 在情報2簡短情報有說明 他們兩人是有對戰的 索隆和納斯獸狼交戰中用了有名字的招式 兩人霸氣發生碰撞 畫面出現了黑色閃電 簡短情報就到這裡 這裡其實有霸氣也不奇怪 畢竟其他無勞星也有使用過 納斯獸狼在出場打和平主義者的時候 就有使用武裝色把刀變成黑的 之所以會覺得是霸氣的原因是 他這兩年前的時候並不是黑刀 所以合理來說一定是霸氣 接下來我們來看更多暗示 在情報前出來就有機器人被打 還有廣播裝置被中斷的暗示 現在又有一個貝殼在發亮的GIF檔 可能是表示電話從被破壞後嗎 或者是白星他們怎麼了 當然也有可能是肥葉的故事 完整情報應該會在半夜 或者是早上的時候就有了 持續鎖定我頻道 我會第一時間更新 我們下個情報見 掰掰